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睡眠的研究至今也未停止 逐渐解开它就意味着人的生命将会有新的突破 这么深奥的问题自然不是我辈所能探究的 但如何正确的合理的睡觉倒是值得我们思考 而古人也早已用俗语的方式总结了出来 说的穷不睡三觉富贵比天高 生动的强调了人的一生至少有三种觉是不能睡的 是哪三种觉呢 一 反觉 所谓反觉就是白天该劳作的时候睡觉 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却劳作 因为人跟随自然规律日出而坐日落而息 就和花草树木一样 需要日照和雨露 长期夜间活动白天睡觉 自然享受不到白天阳气所带来的生气 长此以往不仅无碍再丧失了生气 内在也将造成各项生理功能 即生成代谢的紊乱 结果就是司空见惯的 灭无血色 形同枯稿 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其对免疫力的影响 不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小病也能如山倒 二 参教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说的是饭后马上睡觉的危害 生长在农村的朋友一定听长辈说过 饭后走一走活到99的俗语 这话和体重的俗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仅仅饭后走一走是无法保证活到99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它所带来的益处增加到了活到99的概率 人的一生本身是没有绝对的 所做的一切 无非都是为了改变得失的概率 想起很多人都有了吃饱了就想睡觉的感觉 这正是因为饭后血液就会集中到肠胃道来 加速肠胃的运动 相反的 大脑贡献就会减少 其次就是吃饱就睡 会导致肠胃道还未消化的食物与胆汁和胃液反流至食管 最终导致食管粘膜的破损 并且睡着后会大大的降低肠胃消化功能 从而引起消化功能失调 不仅如此 肠胃消化功能降低后 胃背有效吸收的蛋白质会因为长时间停留在肠道内 而在燕氧菌的作用下分解成有毒物质 从而加重肝脏和肾脏负担 第三个不用说了 大家肯定也都猜到了 那就是懒叫了 这个叫啊 可以说是与穷和富贵 是真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过往近来 全人勤奋的名言金句不绝于耳 事实也证明了 勤劳确实能够改变命运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不用再为衣食住行发愁了 然而很多人却因此停下了脚步 经常熬夜睡懒觉 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反正又不影响衣食住行 先不说长期睡懒觉对时间的浪费 但就健康而言也是危害无穷的 睡懒觉不仅会打乱生物中 影响正常的新陈代谢 还会影响胃肠道功能 以及肌肉的兴奋性 学生如果总睡懒觉 对记忆力的影响有位明显 长期睡眠时间过长的 贪睡者平时运动必然减少 往往不吃早餐 除了上述的危害外 对身心健康以及智力 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纵上所述呢 古人说的三教 乍看之下 似乎和富贵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啊 关系匪浅 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果本身就不富裕 还因为这三教 而加重了身体的负担 失去了良好的工作状态 富贵 又从何而提起呢 如果在因为 长期没能合理的睡觉 而拖垮了身体 在原本呢 并不富裕的情况 无疑是血伤加霜了 相反 如果能有正常的作息 维持健康的身体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都有良好的状态 富贵自然不请自来 更何况 健康的体魄 还是很多富贵之人求不得的 虽然不比天高 但也可以说是 寿与天奇 通过上面的讲述 相信大家对 哪三教不能睡 已经了然于心 而要有好的睡眠 床的摆放 至关重要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位 摆放睡床 一定程度上呢 可以提高睡眠质量 但要注意啊 六个有关床的摆放禁忌 是千万要杜绝的 一起来看 首先关于床位 我们应该如何摆放 一 从生肖属相而言 鼠鼠的人 头朝北及东防水 水房子之北 东及东南角 鼠牛的人 头朝东方及南防水 水房子之东 东南西角 鼠虎的人 偷朝西南及东北防水 水房子之东北及西南角 鼠兔的人 头朝西及北防水 水房子之西东南角 鼠龙的人 偷朝西北及南防水 水房子之南方及西北角落 鼠蛇的人 偷朝西南西及东北防水 水房子之西北及东北西南角 鼠马之人 偷朝东南及西南防水 水房子之东南西东北 鼠羊的人 偷朝西北及南防水 水房子之东南西北南防 鼠猴的人 偷朝东北及西防水 水房子之东北西及西南角 鼠鸡的人 偷朝西及西南防水 水房子之西南西及东北角 鼠狗的人 偷朝南及东北防水 水房子之南西北方 鼠猪的人 偷朝东南及西南防水 水房子之东南西南及北方 2.从房的摆放市墙而言 床的摆放6G 1.既贴近外墙 房屋的墙壁可分为外墙和内墙 外墙指的是室外相邻的墙壁 直接感受外界的风雨 相比内墙而言 温度要高一些 室内外温差要更大一些 如果床的摆放贴近外墙 外界的温度湿度 对主人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有可能会埋下 颈椎病风湿病等 这些慢性的疾病隐患 2.既贴近窗户和窗户下面 窗户是连接室内外 气流的主要通道 吸纳新鲜的空气 以置换室内的空气 在气流交换的过程中 对附近的气场改变很大 如果床正好摆在窗户下面的话 不仅主人的睡眠 会受到强光气流的影响 还容易引起人体能量的散失 对人的身体健康 运势产生不利影响 3.既紧铃温声间 卫生间湿气大 污秽之气比较重 使得卫生间阴气过重 阳气不足 成为假期中 风水最不好的地方 如果将床摆放在 紧邻卫生间的地方 尤其是床位紧贴着 卫生间墙壁的话 受卫生间不好的 风水影响就会很大 使得主人的运势受到运势 其他反面运势受到压制 4.既与门相对 风水中有门冲床 风水不利的说法 指的是 床头正对房间入户门 或卧室门 或卫生间门 或厨房门等情形 门冲床的情况下 一开门 气流就直接冲到了床上 内外气流香蕉的气场 笼罩着整个床 在床上躺过的人 很容易被影响到 在天气不好 室内外温差比较大事 特别容易发生感冒等 传染性疾病 5.既摆在屋子的中央 有的朋友屋子大 就把床摆放在了卧室的中央 四面不靠墙 这种情况 就会让人产生孤立无援的感觉 缺乏安全感 精神紧张 以上禁忌 请大家一定要谨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新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